在很多蔬菜的生长过程中,往往会缺乏葡萄糖,不能满足植物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。 在这种情况下,就可以使用葡萄糖来提高作物的健壮程度和果实的品质。 在黄瓜上面使用葡萄糖,可以稀释300倍,在节瓜期喷食一次,这样能很大程度上增加黄瓜的口感。 也可以1比1的加上尿素,然后稀释100倍,每周喷雾一次,这样对黄瓜双眉病的预防效果能够达到90%以上。 在番茄的蓬果期,不需要再买什么蓬果的套餐了。 使用葡萄糖稀释300倍,尿素稀释1000倍,磷酸2000甲稀释600倍。 这三种成分混合在一块儿喷雾,对番茄的蓬果效果要比使用激素效果好很多。 而且,番茄的品质也会有非常大的改善。 葡萄糖还是一种非常好的调节剂,如果在蘸花的时候,因为没有掌握好浓度,引起要害了,可以使用葡萄糖稀释300倍,连续喷雾两三次,就能很快地恢复作物的长势。 使用喷葡萄糖的这种方法,还能有效地降低疫病的发生的几率和减少冬季带来的冻害。 一般情况下,已经挂果的砂糖菊一年要施肥三次,比较重要的一次施肥是在摘果之前的施肥。 这一边施肥是为了能够快速地恢复树式,同时也是为了春烧和花芽分化。 因为结果的时候,果实会消耗大量的营养,接着还要进行花芽分化。 一般这一边的肥料是在摘果子之前的10天左右使用素效的复合肥,在摘果子之后的一周左右使用有机肥。 第二次的施肥时间是在柑橘蟹花之后使用。 这一边施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柑橘的作果率,主要以氮肥和钾肥为主,但是不能使用过多的氮肥,否则会导致营养生长过旺。 第三边施肥,使用的是公秋哨的肥,这一边肥的氮肥使用也不能过多,否则就会导致柑橘出现冬烧的现象,会影响柑橘的正常休眠,影响柑橘的发芽分化。 在柑橘的整个生长期,只要注意这三边肥料的使用,就可以保证柑橘的正常生长和正常产量。 最近这几天,大街上出现很多穿短袖的,30度的气温也难怪。 天气预报报道,清明节期间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温,甚至华北地区和黄淮地区,气温下降到零度。 小麦种植户要注意了,这样的气温变化对小麦的生长是非常糟糕的。 现在的小麦幼碎已经生长到两公分左右,这个时期的大降温就会造成幼碎花粉母细胞减少分裂。 如果遇到大幅度降温,就会造成小麦幼碎光杆或者凸尖的现象,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。 预防这种现象,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浇水了。 在潮湿的环境中生长的小麦,抗溺能力要高于干旱环境中的小麦,希望农民朋友们做好准备,避免突然的降温造成小麦的大面积减产。 了解更多农业技术,请点击下方关注。 农资店的荣民去年代理一个生物菌肥,按照厂家的说法,生物菌肥是非常牛的一个产品,不光能防止病害,对虫害的防止效果也非常好,而且还有很好的增产效果。 厂家帮助农民在村里搞宣传的时候,给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,买五袋菌肥就送电动喷雾器,而且为了让农户放心,当时厂家的技术员说,只要使用过生物菌肥,保证蔬菜产量比以前能增产10%以上。 结果,赵林买了几袋菌肥,正好赶上连衣雨的天气,大棚里的病害发生比较严重,产量肯定是上不去的,因为有了当时厂家的承诺,他去农资店找荣民理论,要农资店赔偿他的损失,最后弄得两家关系很僵,农资店的名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现在很多商家把菌肥概念炒得火热,在有些种植户的印象中,生物菌肥就是万能的,什么病都能防治,而且用上之后还能很好的增产。 生物菌肥是个好东西,生物菌能够很好的改良土壤,但是它只能起到一个改良作用,不能过分的依赖。 如果想更好的改良土壤,最好是能够使用纯生物菌,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。 经常会听到有种植户们说,买到这样那样的功能性的肥料,而且说的时候还很兴奋,但是最后效果究竟怎么样,也没有几个人去深究。 理发司在农民这个队伍里,也算是非常年轻的了。 中专毕业在南方打工两三年,回家结婚之后就没有再出去,安心地在家里做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。 年轻人比较喜欢新事物,小李经常会问我一些新的种植技术和一些新的农资产品。 前几天见到小李,他跟我说,傅老师,我找到一种新型的尿素,用上去之后效果非常明显。 我问他是什么样的尿素? 小李说是黄颜色的尿素,厂家说是特别添加生物质剂,不但能增产,而且病虫害的防治效果也非常的好。 用上这个尿素,基本上作物都很少生病了。 听完尿素的价格之后,吓了我一大跳,第一次听说一袋尿素卖到150元。 后来跟几个做肥料的朋友聊天了解到,所谓的生物尿素,其实就是把尿素外面加上一层的颜色。 为了更快地表现产品的效果,在尿素的外围包了一层负销芬娜。 包上负销芬娜的尿素,在使用之后,作物长势肯定会发生改变。 不要说包尿素了,就算是包上土颗粒,效果也会表现出来。 喜欢新事物没有错,但是一定要防止一些商家钻空子。 在买肥料的时候,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功能。 记住一句话,专业人干专业事,制作肥料是为了提供养分的,并不是什么防虫防病的。 最近种植户流发,在村里成了妇女们调侃的对象,这让她很无奈。 这件事的起因是自己种的两盆番茄。 种植户流发今年种了两盆番茄,长势也算是不错。 村里种蔬菜的也不多,很多村里的妇女都跑到她大棚里去买番茄。 这两棚的番茄除了卖给村里的邻居们,也有贩子来收购。 可是最近几天,这些番茄让流发非常无奈。 番茄在三岁馆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畸形,收购番茄的贩子看见后笑着走了。 村里的妇女们看到这些番茄,都哈哈大笑起来,笑着跟流发说, 你这番茄咋这么不正经呀?这是在耍流氓呀? 这下弄得流发苦笑不得,还要遭受村里这些老娘们的调戏。 一向怕老婆的流发也不敢跟媳妇说这个事情,最后没办法了,只能去找专家来解决。 傅老师看完之后跟流发说,番茄的畸形果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。 首先就是水分和光照的原因,如果土壤的湿度过大,光照不足的情况下,就会影响根系的生长和番茄的花芽分化。 另外就是在点花的时候,如果点花药的浓度过大,就会出现畸形果。 在点花的时候要掌握好温度,12度以下不要点花,高于30度的时候也不能点花。 另外就是在施肥的时候,注意增湿淋甲肥,不要过量使用氮肥。 在结果期要注意钙和蓬肥的补充。 钙和蓬补充后不但能减少畸形果和裂果,还能改善作物的口感。 发现畸形花要及时摘除,在花芽分化期就开始补充棚元素,同时注意使用生物菌来灌根或者充施,全面调节繁茄的营养。 见到姜晓达的时候,感觉他整个人像双打茄子似的。 饭桌上他说起了自己苦恼的原因,去年包了300亩地,结果没有赚到钱,今年农资店追着他要账。 而且他还担心今年的玉米价格再上不去,他想把地转租出去,可是又不甘心。 我告诉他不要灰心,听完这三个原因就会放心了。 第一点,2018年玉米种植面积肯定会缩小,但是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少,价格就不一定低了。 第二点,国家对种植的扶持越来越大,大量的身家工项目投产就是例子,后期肯定会好过一点。 第三点,就是玉米补贴,特别是在东北地区,国家对玉米种植的补贴非常重视,最起码2018年绝对不会少的。 通过这三点来看,玉米价格上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,只要做好种植管理,核算好成本,种植玉米还是能赚钱的。 了解更多农业知识,请点击下方关注。 农民有福了,4月3日,农业农村部与财政部发布了2018年惠农政策,将在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和内蒙古针对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补贴。 大豆补贴标准要高于玉米,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等形式直接兑现到户,而且大豆补贴标准要高于玉米。 二,继续在新疆实施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,2018至2019年每吨为18600元。 补贴资金采取一卡通,直接兑付棉花种植户。